价值300多万的保时捷911具体3 出了大事故过后 被马特以不到8万英镑的价格买了下来 车子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只是前端看起来比较严重一些 左侧整个轮毂都已经变形了 车子的后保险杠也都不翼而飞了 甚至连前大灯和基盖都没有保住 不过幸运的是 车子的内部是相当的完好 竟然连一个安全气囊都没保 甚至车子一次就启动成功了 这让马特的内心十分的高兴 感觉这次是捡到宝了 其实马特之前就重建了一辆具体3 但是要把它运回英国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就将具体3出售在了当地 当他在网上看到现在这辆车时 马特就动起了再次重建一辆具体3的想法 经过了一系列的竞争后 马特再次拥有了一辆保时捷911具体3 他迫不及待地将车子开到了拖车上 在马特捆绑车子的时候发现 车子的副车价竟然是损坏的 也许这就是重建事故车的弊端所在 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不过车子已经买到手了 想后悔也已经来不及 当马特将车子运回去后 经过了一番细致的检查 决定完成一次挑战 准备在24小时内将这台车子重建好 所以马特就提前安排老爸去拿配件 他却将车子开到了工位上 并且给自己设置了倒计时 当马特把倒计时推走后 他就开始了车子的拆解工作 马特首先对车门入手 他要把车门上的倒车径拆掉 然后就是车子的基盖 这都是为车子贴膜做着准备工作 因为时间的问题 马特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喷漆 所以采用贴膜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办法 可虽然贴膜要比油漆快很多 但也是非常耗时的 所以马特就把好兄弟克里斯也叫了拐 让他和摄影师一起来完成贴膜的工作 可在他们正如火如荼的忙碌时 去取货的老爸竟然赶了回来 他装了满满一车的货物 大部分都是车子现在需要的各种套件 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昂贵的轮屋 他的重量是非常轻的 一只手就可以将其轻松地举起 而马特的老爸也拿来了大扭举的班首 准备让克里斯来完成卸载轮胎的工作 看着他轻松地将轮胎卸了下来 摄影师也来尝试一下 可没想到的是 摄影师把自己本身的重量都加上 竟然一点都没有撼动轮胎上的中心所 这让此时的摄影师非常的无奈 可没想换到克里斯时 竟然没用多少力气就转动了中心所 这一下大家都开始哄堂大笑起来 嘲笑摄影师应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当他们将所有的轮胎都拿下来后 就交给了专业处理轮胎的员工 让他们为轮毂更换颜色 而马特在拆卸轮胎时发现 前端的散热器竟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凹痕 可要知道散热器是否能够使用 只有将其拆卸下来检查后才知道 而为了节省现在的时间 马特准备分为两组同步进行 由他和摄影师来继续完成贴膜工作 而让老爸和克里斯来检修散热器的问题 当马特老爸将其拆解下来后 没想到散热器竟然已经扭曲了 所以更换一个新的是必要的 老爸再次踏上了购买零件的路程 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完成了车门的贴膜工作 他们现在开始处理前端的一子板和大灯了 根据马特的介绍 他们当地有很多盗取大灯的 就是为了眼前这个白色的零件 用其完成一些违法的事情 当马特将一子板拆除后 老爸也将散热系统买了回来 他重新组装了整个散热系统 将其再次安装到了车子上 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 现在还能在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发挥余热 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 要知道经过他手中修复的车子不计其数 已经不计得安装过多少个散热器了 所以像这样的工作 对于马特老爸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等他把散热器安装好后 老爸也来和马特一起完成贴膜的工作 他们还是和之前分组一样 马特和摄影师在右侧贴车门 而老爸和克里斯则在左边贴一子板 分工明确工作起来也非常的顺利 可现在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马特他们还有引擎带 和保险杠的贴膜没有完成 可让他们完全没想到的是 引擎带的颜色竟然是白色 而且他的材质还是塑料增强碳 这让马特的内心很不舒服 感觉这1000英镑买的引擎盖满亏了 不过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马特还是开始了保险杠的贴膜工作 但由于保险杠的形状特殊 马特根本不能用一张车膜来完成 所以工作起来非常的耗时 他们竟然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这个厚保险杠贴好 这时之前拿去处理的车轮被送了回来 此时的轮毂上已经涂上闪亮的金色 马特欣赏了一番后 就将轮胎都安装到了车上 接着马特就将车子升了起来 车底的损坏还是比较严重的 整个护板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划痕 而副车架的损坏相对更加严重一些 所以马特为此订购了一个全新的 他们现在只需将损坏的副车架拆下来 将新的更换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离规定的时间只剩下了11个小时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马特必须加快修复的步伐 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重建 马特快速地将前保险杠安装好 然后重新切割了一块车膜贴了上去 现在的马特一点都不敢偷懒 尽可能地加快修复的速度 把之前浪费的时间都找不回来 马特把保险杠的车膜贴好后 就将上面的小零件都安装了上去 然后就开始了引擎盖的组装工作 而给他贴膜是非常简单的 比保险杠的贴肤要轻松了好多 当马特的老婆把车标安装上去的那一刻 此时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到两个小时 所以马特他们必须再次加快修复的步伐 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都拿出了12分的精神 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直到马特将车子的大灯安装上去后 规定的时间已经接近了尾声 此时的车子已经基本修复成功了 虽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完成 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车子完成这样 也算是对马特团队一个很好的挑战 马特将车子带到了专业的工作室 准备在这里检测一下车子的性能 随着车子不断的加速 我们可以看到排气管都被烧红了 而检测的数据也是相当的好 竟然达到500多匹的马力 这完全达到了马特想要的预期 所以他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 马上带车子来到了专业的赛车场 准备在这里测试一下车子的性能 测试的结果让马特非常的满意 于是就让朋友开来了一辆兰博基尼 准备和他在这里来一场友谊赛 但由于此时的场地非常的湿润 要是一起出发的话很容易发生碰撞 所以他们决定按照计时的方式来完成比赛 当摄影师倒计时结束后 两台车子都先后地冲了出去 虽然这次比赛没有跑过兰博基尼 但仅仅只少了三秒钟 这个结果对于马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马特认为这次的挑战是成功的 各位看有你们觉得呢 说出你们内心的想法 老外改车能有多疯狂 在改装越野车时 他们会把悬挂加长 装上巨大的轮胎 打造出让人惊叹的大脚车 这种风格在美国很流行 而车厂老板的生意在英国接近不合 所以想开拓美国市场 他要派长发哥去进行市场调研 然后把强子留在身边 教他设计车子的外表 由于这是第一次进军美国市场 所以老板格外重视 在出发之前 强子和长发哥先制定进化 由于吉普是标志性的美国品牌 一直从二战发展至今 根据两人对美国人的了解 认为他们最喜欢的车型是皮卡 而恰好吉普最近也没有最新发布 所以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契机 带买回来车子之后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车子拆光 什么都不留 然后装上大脚悬挂和超大轮胎 第三步就是在重新组装车子的同时 将精心设计的外表进行结合 临出发前老板特地交代长发哥 说两周后会有一次车展 是宣传车厂的好机会 务必要按时完成任务 长发哥收到指令当即出发 第一步是先买辆吉普 由于资金有限 他只能买选配少的二手车 其他方面他自己来改 经过一番挑选 他看中了这辆2015年的车子 讨价还价后 以三万三美金成交 长发哥开着车子 直接去了墨西哥 因为那里对于他来说 工钱便宜改装速度快 重点是还有熟人 不过这件事他没有告诉老板 因为老板信不过他们的技术 经过数个小时的奔波 长发哥终于在闹事中找到了维多 他给维多展示了吉普的图片 同时讲解了自己的设计里面 起初长发哥还担心维多做不到 但他大笑一声 说只要钱给够 坦克都能给你造出来 就这样两人愉快地达成了交易 次日他把车子开到维多店里 开始了改装之旅 打造皮卡的第一步 要先移除所有的车门式板 甚至结构主 通常这种工程量 在其他车厂要好几天 但对于维多来说 日落前就可以完成 这是一辆改装过的吉普大早车 此刻他正在山地测试性能 在如此复杂的路况面前 车子依然能轻松应对 他们改装吉普的目的 是为了打入米国市场 一周前在这家小作坊里 车子被大卸八块 目前正在经历最困难的一步 就是移除所有焊点 全车大概有500多个 我们都知道 车子是由多个金属板拼接而成 靠焊接才能连接在一起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改装 需要贯穿每一个焊点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忙碌 车子终于被拆干净了 就当长发哥要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那个兰西福又去给老板打小报告 透露出长发哥在墨西哥的消息 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他当即一个电话打过去 质问他在干什么 长发哥也不装了直接摊牌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目已成舟 老板为了挽回局面 就派强子去辅助长发哥 我觉得这个决定有点搞笑 要知道这两个人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现在把他俩放在一起 谁也不知道会整出什么妖蛾子 不过长发哥倒是挺期待与强子会合 挂掉电话后 他就开始升级悬挂 为了车子足够吸引眼球 他要把底盘增高八寸 这意味着要更换新的控制 弹簧和减阵筒 总之要换掉很多零件 才能确保在负重运行时 依然保持稳定 长发哥把两个弹簧拿出来对比 可以看出新的要长了一点 虽然不多 但对应的摇臂却大的惊人 他们把剩下的轮胎装上去 底盘系统就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该打造车绳了 原本后座的地方 要焊上定做的钢制平板货筒 然后装上整组新的车身板件 和结实的防滚保护杆 打造出狂野的气质 另一边的强子也抵达了墨西哥 不过他没有直接去找长发哥 而是来到了当地二手车型 你说巧不巧 两人去的竟然是同一个车行 这俩活宝可真是心有灵犀 强子买了一些装饰配件 要给长发哥一些惊喜 这辆越野车绝对能超乎你的想象 他由一辆吉普改装而来 拥有超大的轮胎和超强的悬挂 应对复杂路况完全没问题 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威武霸气 但是改装过程却一波三折 当长发哥在安装车身时 不放心的老板又打来电话 要看他的进度 一旁的维多也来凑润了 但被老板数落了一顿 很明显他看不起维多 觉得他的车厂太低端 不过有一说一 维多的手艺确实不错 真可谓是高手在民间 基本部分完成后 两人来山地里试车 可以看出来车子性能很不错 两人前脚刚回到车厂 后脚强子就赶过来了 他看到车子后也是赞不绝口 车上的大不见很有冲击感 这次强子的任务是点睛之笔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把车子和高端挂钩 他带来了老板的理念 要把外表做成墨沙质感 内装也尽量豪华 凭借精湛的手艺征服米国市场 喷漆的第一步是先打磨 这样车漆才能更好吸服 这一步完成后 挑选颜色又成了难题 大家争论不休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强子想起来上次的装甲车 觉得还是均绿色更硬气 他们听后一拍即可 现在距离车展不到一厅的时间 必须加快速度 大家都不敢有一丝携带 上漆的上漆 拼装的拼装 为了使车漆更快地缝干 强子让人把车开到外面 边晒太阳边组装 很晚之后车子才完成 第二天车主早早地就来到车展 焦急地等待强子 一直不靠谱的强子 这把总算靠谱一次 客户不停地围着车子转 对于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这让一旁的两人很紧张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 家长在检查作业时的场景 验完车之后 客户告诉强子二人 说他俩可以走了 然后他独自去楼上给老板打电话 楼下的两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客户对车子很满意 他把吉普放在车厂的正中间 邀请了顶尖客户来参观 果然不出老板所料 这辆车当即被一位富商买下 让他大赚了一笔